请准备工商宝的Jeff 你要投影片吗 大家好 这是第一次上来报告 也是第一次推坑 所以第一次推成果 要首先感谢Ronnie 展示了让我建设了不少东西 但是今天说的在话 今天其实成果不多 因为我发现我对这个东西的预期 跟实用性有点落差 我这个东西当初的计划是说 做一个Kit 做一个Library 让大家写Android的时候可以快一点 尤其是应用在Open Data上头 但是我才发现 我对Open Data的想象还是有一点 的应用的形式 显然的见识的不够多 因为我主要都是做政府的 政府线有一些像比较有一些 比较自私的比较简单的应用 等一下展示的是说我 但是既然来了 我还是硬着头皮上了 今天做一些东西来给大家看看 我今天拿的是那个施工资料 新北市的今日施工资讯 下面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页面 我有说那个早上的那个投影片 有说程式码 其实这个东西的程式码就这么简单而已 我本来期望是说 找一个里头有坐标 然后用坐标去 有坐标的资料 然后用坐标去查到地号什么之类的 然后去跟那个上午那个什么 反正就是另一个案子 那个说可以把那个土地的那个范围画出来 本来想要跟这个的API结合 但是没有成功 因为取不到地号 然后这是看出来的东西 先跟各位提醒的是 就是说这东西我并没有用Java 去订入坐标的那个资料的位置 然后这边为什么我要摆两张一模样图 就是说用我这个Kit呢 并不会影响使用在原本XML头 要套入美术元件的行为 通通都不会影响 都照样可以使用 主要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